大家好 我是Jacky 今天要講的是魯蜜的超人 這個超人是85周年的其中一個紀念版 它有85周年的標誌 都是高標的 特別一點 是吸血鬼版的超人 身體是一貫超人的身體 是漂亮的長身體 你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也有對比 因為有兩個的 舊版的一個比較瘦 但是這個是操作的 是比較健碩的 我挺喜歡這個 我讚中這個 他的插畫圖 背後是這樣的 吸血鬼的超人 近期有一個故事 也是一個吸血鬼 聰明的吸血鬼 是綠燈塔搞錯的 對 這個漫畫是DC vs.Grandpa 是新漫畫 這隻應該是第出 但其實他應該出綠燈塔才是 因為綠燈塔才是 最敷衍手 這條線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故事是 蝙蝠俠是未變成吸血鬼的 是沒有他 是沒有他 因為變成吸血鬼 在之前已經有了 蝙蝠俠的形象 有張卡 其實原本不打算買 但他真的做得不錯 大家看看他的手 那些質感 然後他的頸 那些痕痕都做出來的 能不能放大一點 讓大家看看 放大一點 是做得不錯 頭 然後路齒 他的位置 血 這些位置 眼 真的做得不錯 頸紋 細紋 超美 我可以做 蝙蝠俠 整隻東西 是做得超美 再配合他的身體 又重新上過 一隻比較暗黑的 都是藍色 變了灰色 都是藍色 暗一點的灰色 整隻很漂亮 整隻的東西 他的配備 就是有兩個拳頭 和一個爪 這裡 正常配備 也有一個拳頭 算是公園 我覺得他有時拳頭 不給你 好嗎 說回 為什麼他會被咬到 這個吸血鬼 其實 像是印象中 如果是跟Vampire 這個故事 六單人陷害他 六單俠 令到天荒俠 懷疑 超人是吸血鬼 等天荒俠 用黑氣石去削弱他 削弱完之後 證明他不是 還反過來 屈掉了 一鍋 然後再咬 超人 因為刀槍不弱的問題 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很合理 令到他變成吸血鬼 所以就會有這個 六 故事後來我也沒有跟進去 沒辦法 有空再看看 看看會不會有其他角色 我再說回這個故事 給大家聽 好了 回到這個正題 可動 蝴蝶關節 雙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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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關節的腳 摺地 膠袍 左右 烏前 烏後 有這麼多 這個身體 一向都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 老蜜 最美的身體 其餘我覺得 偏方也很美 這個 真的很美 那麼高 老蜜一樣7吋 跟偏方一樣高 蝴蝶 帶他一個頭 然後 MASCO 高他一個頭 ML 對高他一個頭 合情合理 因為他質存 有意外 有驚喜 這隻也是近期出圖 不知為何 拍得快 有驚喜 質感 上方帶給大家看 嘩 真的做得很厲害 我也做得很漂亮 對 然後 上色 也是做得很漂亮 金標的上色 是很漂亮 很漂亮 好嗎 這裡是S的Logo S的Logo 好嗎 然後 袍子 扭過 做得不錯 這個身形才符合超人 有狀 中間通常都是軟膠 好嗎 好嗎 但這次最吸引我 是他上身的頭 那些細紋 細節位 那些雕刻 做得很漂亮 非常漂亮 所以是很值得大家去買 超推介這個系列 如果保持這個水準 因為會有其他角色 有十幾顆 六燈盒等等 還有整個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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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定是 老蜜仔 一定是全部同一 用回舊帽 但如果他換過這樣的頭 這樣的身 還有這些手 我覺得我會買的 對 因為真的做得不錯 這些恐怖的走紋 其實可能他做得 再生物多 再生物多 所以就是熟能生效 但是DC也很少有這些 被發揮的角色 也不是的 也有的 例如反派 也有的 但如果正派 這些角色 是少的 我覺得是少發揮的 炒皮 英雄是少的 所以他 反過來就是 較於恐怖的 是比較擅長的 這個也是事實 對了 好 還有老蜜還沒說完 要繼續說老蜜隊 好 好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是Jacky 喜歡說一比十二 一比十個玩具 喜歡就按讚 訂閱 對 好 很快出片 拜拜